全球线能中国播报 欢迎收看 大家好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菲律宾警察总长贺苏斯·贝尔索萨26号说 警方已经逮捕了多名涉嫌参与23号非南部马金达脑省政治绑架屠杀事件的遗凶 而非军方说 案件主要嫌疑人马金达脑省省长之子小安帕图安 已于26号向当局自首 来看报道 贝尔索萨在当地一家电台上说 被捕疑兄都是马金达脑省达都温赛市市长小安帕图安控制的民兵部队成员 贝尔索萨说 小安帕图安是这起案件的主要嫌疑人 驻马金达脑省菲律宾陆军发言人乔达森·庞采说 军方已经接管了马金达脑省首府沙利夫·阿瓜克 现在正在解除非法持枪者的武装 目击者说 小安帕图安26号上午来到该市 当时他身穿T恤衫和黑色夹克 并用头巾遮住脸部 小安帕图安说 他与马金打倒屠杀案毫无关系 据了解包括小安帕图安在内的五名嫌犯 已经被送到的首都马尼拉接受训问 菲律宾总检察长霍尔西托·苏诺26号说 太经组织人员连夜搜集证据 争取在法律规定的36小时之内 做出对小安帕图安等人的刑续指控 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本台副菲律宾记者王玉国 玉国你好 王玉国 你好主持人 目前菲律宾的司法机构对小安帕图安的审讯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根据我们刚刚获得的信息呢 那么小安帕图安呢 在到达马尼拉后呢 那么也是接受了记者的一种特殊的采访 那就是记者呢距离他 在这个他被关押的这个铁栏杆的外面 那么向他喊话 那么他隔着铁栏杆呢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他说呢 这个这一起屠杀事件呢跟他毫无关联 那么记者问是谁做的 他说呢是菲律宾南部的分离组织摩洛解放阵线所为 因为摩洛解放阵线呢是恐怖组织 他们对去年呢与政府达成的协议呢 没有得到履行呢非常不满 因为呢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自治权 所以呢要出来制造一系列的极端事件 给政府找麻烦 那么他的这番讲话被报道之后呢 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司法部长呢 很快出来澄清 他说呢没有任何证据呢是指向摩洛解放阵线 是他们制造了这一起屠杀事件 而摩洛解放阵线负责于政府谈判的一位发言人 也冲面澄清说 他们与这一起屠杀呢毫无关系 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获得了另外一个消息 那么当时呢引发了这个国际媒体的普遍的忧虑 那就是呢小安塔托安呢今天呢接受了安全的这个一个检查 那么大家都担心他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呢 生命安全发生了变化 后来呢又获得信息呢他进行的是常规的检查 他现在身体状况呢也比较稳定 所以呢就是说每一位新被羁押的 那么嫌疑人呢都要做这样的检查 所以呢后来国际记者们呢也就纷纷的消除了担忧 那么根据我们获得的情况呢 那么现在呢菲律宾的司法部门呢 正在起草相关的法律文件 争取呢是在今天 因为司法部长今天又出来说呢 他争取是在今天对小安塔托安